大家晚安 我是莊少 大家好 我是米先生 大家好 很開心也很榮幸今天可以來到這邊 跟大家度過剛開始的2021 第一次跟很多朋友見面 然後希望你們今天都可以玩得很開心 米先生在去年底的時候 有發行我們最新的專輯 今天想必有很多是第一次認識我們的 也可能有一些是早就認識我們的 也都希望你們今天可以玩得很開心 然後所有朋友都歡迎你到米先生的Instagram 或者是Facebook上面找我們 那希望接下來不管今年明年或是更久了以後 都希望有更多的機會可以看到大家 剛過完2020很開心 2021在這邊跟大家見面 如果你聽過這首歌 如果你會唱這首歌 請你跟我們一起把這首歌送給 接下來我們要迎接的2021 是愛的動物嗎 別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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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都總配在這首點上 是吧 讓真真愛你的人陪著你 借強 當天信毫無疑問的接待 愛呀 愛呀 是愛的動物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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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別怕 別怕 我不要一起看 茄子蛋大家認識對不對 我想其實很多年輕的朋友可能都還比較認識茄子蛋 那因為五月天已經屬於是有點 run down的狀態 那其實在那個浪子回頭 在YouTube上面 現在觀看已經破1.1億了 對 真的很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掌聲鼓勵 那今天好像那個 如果沒有聽到一點 那個現場這樣唱一下 好像 你說是浪子回頭嗎 對啊 怎麼還有題詞啊 為什麼 那五月天的歌你又會唱幾首咧 超多首 真的嗎 對 今天考一下好不好 可是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彈 怕他們沒練 沒關係 那我們就唱唱看考好看 如果今天晚上那個沒有唱過 沒有考過的話 今天這個茄子蛋呢 就改成榴槤奶合唱團了好不好 榴槤奶 這樣又可以再報一次新人獎 真的 又可以報進去獎金 順便把那個浪子回頭 那個YouTube上這個影片砍掉 我們就可以從頭開始做 從頭開始 從頭開始 大家加油 大家找工作 那下次呢 希望有機會我們在台上 一起來唱這個茄子蛋的歌 好 好 我們的榮幸沒問題 如果五月天呢 就是到時候在台上唱不好呢 沒關係 我們也把團名給改了 欸 好不好 那團名就 隨便你們取 交給我們取 對 好 好 好 要好好取 拜託 一定會 大哥多提拔 一定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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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